那第三个我们还给表达一个未来,未来,未来实质,那么呢,未来是它要分一个有韵味和没有韵味两个形式啊,那么有韵味的时候呢,我们后面加这个을,比如说, 저 책을 제가 읽을 책이에요,这个书呢, 저 책, 책是书的意思啊, 제가, 我要读的这本书啊, 읽을 책이에요,是我将要读的,那么我还没有读,我将要读,我打算读,后面呢,加这个을,来修饰这个 책,嗯,那么我们反过来看一下,如果它没有韵味的时候呢,我们后面直接加这个离을就可以了啊, 해야 할 숙제가 많아요, 해야 할 숙제가 많아요, 我们经常说, 해야 할 숙제가 많아요, 해야 할 숙제가 많아요, 해야 할 일이 많아요,我要做的,我还没有做,我表示将来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하다没有韵味,所以呢, 해야 할 일, 해야 할 숙제, 해야 할,什么什么什么,表示将来式的一个用法啊,那么我们现在学到了动词, 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三种用法,我们一定要背下来,嗯,那我们再看一下,嗯,我们之前讲过了,这个动词,形容词, いた, 없다,或者이다, anida,这四个呢,都表示这个叙述语啊,操作了表示,含书中的叙述语,那么刚才我们讲了形容词,讲了动词,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这个,いた, 없다,的一个用法,他们呢,不管啊,不管过去式,不管将来式,不管家什么,都统一加这个는,啊,这个非常的简单,非常简单,对吧,啊, 집에 있는 사람이 누구예요?在家的那个人是谁呀? 집에 있는 사람이 누구예요?在家里的那个人,要修饰这个 사람,修饰这个 사람,前面呢,有这个이다,加는就可以了,啊, 那么第二句话呢,啊, 맛 없는 음식을 먹었어요,啊, 맛 없는 음식을 먹었어요, 먹었다,表示呢,吃了,吃了什么呢?吃了不好吃的饮食啊,不好吃的饭菜,那么, 맛 없다, 없다,后面呢,也是一样,加这个는,来修饰这个饮食就可以了,嗯,我们背过了吗?啊, 있다, 없다,要修饰, 但是,名词的时候呢,不管是什么情况呢,都统一加这个는就可以了,嗯,大家记住了吗?嗯,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呢,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练习,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之前在トピー韩国语言语言语考试当中的出的一个真题啊,那我们来看一下通过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啊,知识呢,我们能不能把这个トピー来做出来啊,我们看一下是什么题目啊, 他,他,未知情部分你,特怀咬死,顾问십시오,啊,选择下面呢,未知其他,其他表示呢,《化线》部分啊,那么《化线》这个部分呢,哪一个是什么呢? 特怀咬死,一定要看清楚题目啦,是错误的啊,我们看那个题的时候,一定不要看错,让你写这个错误的啊,我们看一下哪个是错误的啊,第一个呢, 早上呢 这个新闻 新闻表示报纸的意思 报纸新闻 我们说新闻是新闻吗 我们汉语说新闻新闻 一样的意思吗 不一样 新闻在韩语中表示报纸 报纸的意思 那么 我早上读的那个报纸呢 怎么样呢 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那么后面加这个 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个过去式的 表示过去式的 那么这里呢 能表示过去式吗 能表示过去式 因为它是表示早上的事情 早上呢 我读的那个报纸呢 怎么样呢 看不见了 보이지 않는다 那么这个呢 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 과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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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水果的意思 과일 과った 과った 什么呢 消 과일 과일 과った 과일 과った 과った 是消的意思 那么呢 看是什么,看,看的是刀的意思啊,那么呢,我要买削水果的刀啊,那么这个水果呢,我削了还是没削呢,我们看后面呢,擦了骨,陆工是什么意思,表示呢,想买啊,擦고 싶어요,擦了骨합니다,一样的意思啊,那么我想买削水果的这个刀,所以呢,我去了这个陆工,陆工是商店的意思。 那么这个水果呢,削没削呢,还没有削啊,所以呢,是表示将来是我将要削的这个水果,所以怎么改呢,所以这个正确吗,这个不正确,我们刚刚讲过了,这个动词的后面呢,加这个n,修饰名词的时候呢,是表示什么呢,表示过去式的,这里呢,是过去式吗,不是过去式,所以呢,我们不能这么写啊,那应该怎么改呢,我们来看一下,嗯,gata, 表示消,后面的加,什么呢,将来是加这个을,对吧,所以呢,가,을,가를 사려고 가게에 갔다,这么改就可以了,那么第二个呢,是错误的,所以我们把第二个学出来,啊,第二个错误了,嗯,那么第三个呢, 那么,보스乘留장에서,보스呢,是这个大巴,啊,乘留장呢,是这个大巴车站,啊,乘留장에서,在这个大巴车站里面呢, 학교에 가다,啊,去学校的,什么呢,朋友呢, 만나다,见面了,啊,我在大巴车站呢,见到了,去学校,上学的朋友们,啊,这个正确, 我们说,现在进行时,啊,我们呢,去学校, 학교에 가다,现在正在去,去的学校这个朋友呢,我见到他们了,所以呢,这个是正确的,那么第四个呢, 이 노래는,어렸을 때, 내가 자주 불러던 노래다, 노래,是什么,歌,啊,这个歌曲呢,是我在小的时候,啊, 刚才这个我们也注重讲了,啊,那么小的时候怎么说呢, 어리다,啊,那么呢, 어릴 때, 어렸을 때, 是表示一样的意思,表示呢,小的时候,啊,我小的时候呢,我经常唱的这个歌,啊, 노래를 부르다, 노래를 부르다,我们也讲过了, 부르다,嗯,有没有不规则呢,有, 哪里不规则呢,因为它是以这个了为结尾的,所以呢,我们要在前面加一个了, 然后把这个呢,变成一个了去掉的状况,所以变成两个理由,啊, 부르다,过去式,啊, 那么, 부르다은 노래다,表示呢,过去式,所以呢,第四个也是正确的,那么第二个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把它选出来就可以了,嗯,我们看一下,啊,这道题,这道题呢,也是之前的一个真题,啊, 那么, 다 비슷한 부분이 틀린 것을 고르십시오, 选择下面错误的一个选项,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错误嘛, 같이 농구를 하던 친구가 요학을 갔다,啊, 같이 농구를 하던 친구가 요학을 갔다, 요학是什么意思啊,留学,去留学了,啊,那么现在呢,他还和我在一起玩吗, 还和我一起 농구什么, 농구打篮,还和我一起打篮球吗,已经不打篮球了, 所以,表示过去式,曾经跟我打篮球的那个孩子呢,去留学了,啊,所以呢, 같이 농구 하던 친구가,啊,表示过去式,是正确的,嗯,正确,不用改, 那么,第二个呢, 수업이 끝났 후에 동생에게 보낼 편지를 섰다,啊, 수업 끝났 후에, 我们先来看这个部分,啊, 수업이 끝났 후에,下课, 那么,下课呢, 끝났 후에,后面加这个 니은 후에,表示呢, 结束的,啊,那么,课程结束以后呢, 동생에게,给弟弟, 什么呢, 보내라, 보내라,表示 지,嗯, 보내면지를 섰다,写,写了这个信,啊, 信,写了还是没写呢,信写了吗,写了,啊, 啊,因为写的时候呢,我们说,스다, 스다,这个,呃,的过去式呢,加这个,呃, 表示什么,变成什么呢, 섰다, 信是写了,可是呢,他给弟弟寄了还是没寄呢, 寄了没寄呢,还没有寄,啊,还没有寄,啊, 还没有寄,所以呢, 보내면지를 섰다, 将要给弟弟寄的这个信呢,我写了, 但是还没有寄,所以呢,在这里呢, 我们用这个将来式,啊,那么,第三个呢, 직접 만든 계획을 가지고, 선배 내 집에 놀러 갔다,啊, 那么呢,我带着什么呢, 去 선배的家了呢, 선배呢,什么, 선배,前辈, 那么这个 내,表示什么什么家,啊, 比如说,啊, 선생님 내, 누구 누구 내,啊, 내表示什么什么家的意思,啊, 那么,去这个 선배的家, 집에 놀러 갔다, 놀러 갔다什么意思,啊, 表示去玩的意思,啊,那么这个 놀러 갔다, 놀러 갔다,是玩的意思, 后面加这个, 러, κα다, 우다, 表示呢,去玩, 去做什么,啊, 那么,我带什么去做什么呢, 我带了我亲自做的蛋糕,啊, cake, cake 是蛋糕, 那么这个蛋糕呢, 是我亲自做的呀, 我这个蛋糕做了没做呢, 这个蛋糕呢, 我是做了, 嗯,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是怎么写的,啊, 那么,我们说做这个单词呢, 在韩语怎么说呢, 嗯, manderda, manderda, manderda是一个动词, 那么要修饰这个 cake的时候呢, 我们后面要加这个惯形词形,啊, 那么加过去式, 将来时还是未来时呢, 加过去式, 过去式的时候呢, 我们说加这个能, 或者加这个嗯,啊, 那么这里怎么加呢, 这是以这个离儿为结尾, 它是不规则的,啊, 那么它遇到这个母音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离儿脱落掉, 变成什么呢, 变成这个mander, 啊,manderda的后面加什么呢, 加这个能,啊, mander, 那么这个呢, 表示过去式的一个惯形词形, 来修饰这个cake,啊, 明白了吗, 嗯, 那么第四个呢, 오늘 아침에, 듣는 뉴스에서, 오후에 비가 온다고 했다, 今天早上呢, 我听了这个news, 听了这个news怎么说呢, 啊,今天下午呢, 要下雨啊, 오후에는 비가 오다, 비가 오다, 听说 운다고 했다, 那么这个다고 했다, 表示引用的, 引用的意思啊, 我听说要下雨了, 那么, 오늘 아침에 듣는 뉴스, 嗯, 对吧, 那么我们说这个 듣다呢, 也是个不规则, 后面要加什么呢, 变这个, 这个 듣는, 듣는 뉴스, 들은 뉴스에서, 那么 오후에 비가 온다고 했다, 所以呢, 这个是不正确的, 我们把第四个选项 选出来就可以了, 嗯, 这个就是我们在 topic当中的一个用法,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练习, 写一写, 第一个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